有了教练的栽培 他开始抢奥运门票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看 他到底是怎么受训 都经过哪些艰苦的训练 但是在此之前 天下杂志引进中心 他也做了一段短短的说明 主要是要让我们了解 所谓的跳高2米29 这样子的一个高度是什么意思 这个数字什么意思 有多难 接下来是透过 与国家训练中心 体能训练师的一段PK 能跳过2米29 向俊贤一定有异于常人的 体跳能力 但是和一般人差多少 没人知道 因此我们请来从大学到博士班 都是跳远选手的林泰佑 一较高下 今天我们要比弹力对吧 对手是向俊贤阿宝 难道有这个机会 可以干掉奥运学生 今天被我们的美股机嫌 我的对手是我们的体能训练师 泰哥 他对我的身体素质非常地了解 我干掉他应该是没有问题 此次比赛采用测力板测量 透过仪器 我们可以立即知道 两人下肢的爆发力 与垂直跳高度 准备 跳 上次有做一个跳高的比赛 那其实我们可以单从几个面向 来比较向俊贤跟我之间的差距 是在来的 我们可以发现向俊贤 他其实跳将近快65公分的高度 那这样子的高度再加 搭配上他的身高 其实他可以轻而易举地 把一颗篮球塞进篮筐里面 那如果换做事物的话 我可能连篮筐都够不到 从数据上看来 向俊贤垂直跳高度超过0太幼 将近20公分 空中滞留秒数也多出0.1秒 更重要的是 他的爆发力也异于常人 另外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部分是 它所产生的力量 从立板的部分 我们会发现说 它接近1900牛顿的一个力量 换句话说 其实这样子的力量输出 已经可以让俊贤的身体员 承受三个向俊贤的重量 这样的力量让男孩 即使是背负20公斤的重物 垂直跳仍可达到49公分 实测证明 向俊贤弹跳能力 是以关节可承受的重力 的确超出男人 我觉得向俊贤很飞 超屌 爆强 跟一般人比当然强 然而垂直跳65公分的成绩 是远远不及NBA选手的弹跳能力 但这不代表篮球选手就会跳高 因为跳高比赛并非比谁跳最高 而是谁的跳跃方式能够翻过最高的横杆 从身体的协调性 图线助跑 三关节起跳的蹬伸转 单臂向上摆震 并挺起宽步形成反弓形过杆左垫 这些变数才是影响跳高的真正关键 此外还有一个技巧之外的天赋 他跟队友的相处 或是也许跟教练 也许跟我的相处 是非常让人家觉得舒服的 因为有很多的研究 他们也显示说 就是你越懂得关心别人 越懂得去跟人家相处 其实是有帮助于他释放他的压力的 那我觉得老天爷给他这个很好的天分 所以未来他遇到更大的挑战的时候 他也许可以依赖这项天分 让他更吃压 我说他是比赛型的选手 他能够顶住这个压力好不好 不然你看这一次起跳的时候 他的脚往前撑得很大 好 停 等一下 他这个动作也是他的缺点 到目前为止 还没办法修正过来的 其实男孩有个致命缺点 若不修正 他让永远自由在他的最高成绩 2米29 也永远抢到门票 进不了奥运决赛 所以刚刚听到了 除了技巧之外 包括与人相处 还有顶得住压力的心理素质 其实都是成为运动员的关键 但刚才也看到了向俊贤 所谓的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修正不过来 所以在过去这段期间 教练跟他一直想要企图修正 所以天下杂志也继续去记录了 这一段修正的过程 飞赛期一周练跳只跳一次 每次跳几回 由向俊贤自行判断决定多寡 若身体状态能复合 十跳以上不成问题 五跳以下则算少 代表有状况发生 因为他从去年十月底全英会一完 给他休息一段时间 大概休息两个礼拜 玩完了之后 就开始做体能训练 所以最近在跳的时候 这个月在跳的时候 可能一些感觉比较没有 对啊 对啊 这样感觉 对啊 对啊 无论观点 他人家就跑不进去啊 看完都在穿吧 你比较不穿这样吗 没吧 你比较你不穿 比较你穿不穿 没吧 我穿得穿 你比较你穿 慢 很慢 对啊 跟不上 起跳跟节奏 全部就是慢一拍而已 这天的2米跳高练习 一共6跳 练得痛苦 收工 下雨天,沒有問題 場地會失滑 而且剛才跳那幾跳腳都沒有拆好 如果一滑,腳痕就是受傷了 那你覺得你今天狀況怎麼樣 比上禮,跟上禮拜比起來 算好大概一百倍吧 我覺得是腐爛,沒有 我覺得沒有,因為他的力量還沒有 可以很明顯看他的暴力等等速度 力量那個,因為剛做完體驗現在還沒那麼快 力量速度皆尚未恢復 孫殿組其實只有一個隱憂一直奠記在心底 然後等一下 他這個動作也是他的缺點 到目前為止還沒辦法修正過來 他起來之後 他這個膝蓋,他會向外 他會坐外巴 這是目前他最大的缺點 這個缺點能夠修正 他要跳過兩公尺三年,就很簡單 然後再來技術方面 他目前的技術還是很多需要修正的地方 所以說為什麼說我們選擇過完年之後要到瑞典 馬祖廟娘,弟子訓練組 馬祖廟娘,弟子訓練組 我今天要帶選手到瑞典 兩個月的演技訓練 請保佑我們平安順利 我本身我住在大甲 然後我們大甲有個 大甲都知道瑞典廟 所以賽前我都會去瑞典廟拜拜一下 他在高中我們都帶他去啦 可是到畢業後可能應該他就沒有 我是自己會去的 是固執,怎麼走 之後會緊張嗎 其實滿緊張的 不管什麼方面語言也不一定OK 然後食物也不一定OK 可能就是訓練的方式也不見得會這麼快就適應了 那你這次去瑞典你會不會害怕沒有改變嗎 也會啦,不過多多少少一定會學到一些東西啦 不能說完全沒有 畢竟他是一個滿厲害的拳手 這位厲害的瑞典選手 曾經獲得世界室內田徑錦標賽四次冠軍 最終成為跳高界個體最小的暴露冠軍 靠著加倍鼓練 讓自己的彈套能力成為神話 不過男孩的偷師學藝之旅 卻被蔡英勇害